7点11分 带你关心国际各大报纸的头条 首先带你看到的是英国卫报 英国民众对政治人物的怒气 是严重影响到英国最近的投票率 卫报就多了相关的民调 发现有高达4成7的民众 表示对政治感到愤怒 还有2成5的人他们觉得好无聊 因此也降低了投票的意愿 好 另外国际纽约时报 欧洲最大的赌博市场意大利 其实在10年前才开放博弈政策 而如今民众看法分歧 当地的政府也通过了新法令 希望借由缩短营业时间等等相关措施 来打击赌博 你看到这是国际纽约时报的观点 好 当然就算是在同一个国家 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背景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中东国家 这一年来举例像是埃及的军事政变 像是叙利亚内战等等动荡不安 再再都凸显出中东地区那些 由欧洲人划分出来的所谓的国界 这多么的没有意义也不合理 好 我们出来看所谓的埃及的社会动荡 在临时政府宣布 穆斯林兄弟会是恐怖赌制之后 现在呢 是更加的严重了 那么就连社会慈善组织 只要和兄弟会有些微的切扯 就会被冻结资产 这也让当地许多的医院等组织 根本就没有办法营业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导 好 另外台经讯息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 就是Twitter股价 从上个月公开发行之后 大涨了182% 好 至今呢 已经翻了几乎了两倍了 那么这也让Twitter的IPO 成为今年表现最佳的公司之一 外界就认为 成就Twitter表现的是 投资人选择 要跟分析师反其道而行 这是今天的读头条看世界 再见